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四驱车 All-wheel drive 是四驱车 Fall-wheel drive 或者叫四乘四 都是四驱车 那它们有什么分别呢? 铲着一部四驱车 是否代表你可以去越野呢? 首先 我们说一下什么是All-wheel drive All-wheel drive 大致分为全时四驱和适时四驱两种 全时四驱即是引擎全时间都会为四驱车提供动力 在马路上它会比起头驱车或尾驱车 相对离得稳定,没有那么容易线态 例如在一些湿滑的路面上 系统就会根据每驱车的找地力 将动力或brake分配到不同的驱车 令到车怎么都可以继续保持稳定 另一种叫做Sixi四驱 例如Hunter的CRV 这一类设计上是偏向前驱车的SUV 平时只会用两个车来行 当驱动轮没有了找地力或打滑的时候 系统才会将动力分配到其他车里 而当车脱离危险稳定的时候 就会变回前驱车模式 现在很多SUV都是这一类设计 所以无论哪一种的Oreal Drive 在马路上遇到沙石水淌或者落雪这些情况 它都会比任何的头轮或者尾轮车 更加稳定和更加容易控制 而4real Drive或者叫4x4 这类车才是真正可以拿来Off-road的车 而它其实主要是说 Part-time 4real Drive 分时四驱这个类别 这种车平时只会用后驱模式来行 去到有必要的时候 才会手动转到四驱模式 而这种车通常会有一个叫做 或者是分动箱的装置 有这个装置的车 你会发现它多了2H 4H 4L 的选项 通常会出现一支棍上面 或者是一些按钮的选择 2H 的H 其实解 High 即是两驱高速的意思 这个模式是 是一般在马路上行的 也就是后驱模式 而4H 4H 即是四驱高速 4L 即是四驱低速 L 是解 Low 当你搬进去这种四驱模式的时候 加力箱就会将引擎的动力 以50比50平均分配 去到前车轴和后车轴上面 在一般越野的情况 你就会用到4H模式 而去到一些很崎区的路段 用四驱高速模式 你会发现很难可以很细致地控制油门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4L模式 在这个模式 加力箱会将扭力放大 令到你可以更容易控制这个速度 而有一些4RD 还会有额外的差速所 去应付一些特别的情况 例如在一些越野路段 前轴和后轴分别各有一个车离了地 在这个时候你给油 那两个离地的车车就会不断地空转 车没办法向前走 因为开放差速器的特性 就是会将引擎的动力 输出去阻力比较小的车车 而离了地的车车车车是比较小 所以动力就不断地输出到这个车车 而差速锁Diff Lock 就是落了一把锁去到这些差速器 令到后轴的两个车都可以各自得到50%的动力 所以你的车如果有这个配备 它就可以帮你更加容易地去越过障碍 除了刚才说的分时四驱之外 还有一种是全时四驱的4RD 它大概就是将Oreal Drive和4RD的优点结合 令到它平时在马路上行驶都会更加安全更加稳定 例子就有Toyota的Lancruiser和Prado等等 而4RD的特点还有 它们多数会有较高的离地间距 在越野的时候就更加容易越过障碍物 也都没有那么容易刮到车底 而当你升高的4RD和Oreal Drive 看一看车底你就会发现 4RD的车底组件 通常都会比Oreal Drive的更加粗大更加坚固 有一些车型还会有金属的保护板 而着重越野性能的4RD 还会配备越野车胎 它有更加深的坑纹 有些甚至会有断开防傾干的功能 帮你更加容易通过一些崎嶇路面 讲了那么多 到底Oreal Drive可不去越野呢? Oreal Drive的主场其实是马路 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离地间距 再配上越野车胎 都可以应付一些简单的越野情况 可能是碎石路 山区的烂路 而沙滩的话就要看情况了 有些沙滩的沙是比较硬 和压得比较实 Oreal Drive都可以应付到 但是如果沙滩的沙是比较柔软和松散的话 就建议都是拿回装有越野车胎的4real Drive比较稳定 也都要将车胎的车压降低 去到15-18psi这个范围 加大车胎的接触面 当你在沙滩驾驶的时候 也都尽量远离海水 更加要带一些旧车的工具 那就万无一失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Oreal Drive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为了更加安全稳定地在马路上行驶 而4real Drive就具有更加强的越野能力 可以让你去应付更加恶劣的地形 好了,今天的短片就到这里 这条是Channel的第一条片 希望大家Like和Share 多谢大家收看,就这样先 我们下期再见